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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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台湾媒体传出 蔡英文将配置的新防弹车 号称史上最安全座驾 车窗用五层强化玻璃 可防狙击枪攻击 还可防生物武器攻击 虽然座驾可以保证出行的安全 日常安全就防不胜防了 19号上午 蔡英文出席桃园社会住宅洞土典礼致辞时 头就被背后的看板砸到 虽然无大碍 但场面略显尴尬 真是小意外 防不胜防啊 今天的动工是一个起点 桃园市社会住宅洞土典礼 蔡英文致辞到一半 意外发生了 后方广告牌直接整块掉下来 狠狠砸中蔡英文的头 吓得现场所有人一阵惊呼 蔡英文第一时间脖子缩紧 表情惊慌失措 右手赶快抬起来辅助广告牌 随后和维安人员反应慢慢拍 这才赶快冲上台 刚才的小朋友的兴奋 让我们后面的纸板也兴奋起来 小意外 防不胜防 而在蔡英文出行方面的维安 蔡当局的出手可谓阔气 据报道 台当局安全部门编列2500万元新台币预算 购置的奥迪安全防护车 号称史上最安全座驾 该车总重3.5吨 全车板金以防弹钢板制造 连内部也加装高强度防弹钢板 光车门就重160公斤 因除防弹钢板外 中间还有一层防弹纤维 此车防弹系数与德国纵林默克尔的座车同等级 车窗用五层强滑玻璃 不但能防步枪扫射 手榴弹攻击 更有独立维生系统 与生物武器攻击时 可阻绝外界空气进入车内 确保安全 堪称移动堡垒 有台湾网友酸蔡英文 生化攻击是防谁啊 还有网友回应说 为什么换车不是换领导人 民调下滑就得担心生命安全 既无民心又无军心 装备再好有用吗 一颗飞弹照样西行 还是用心于民生 善待军队 这才是最强武器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的报道 国民党主席改选确定提前开打 国民党昨天公布了2017年四项党职人员 及党主席中常委 中央委员 党代表选举日期 预定明年3月31号发布选举公告 其中党主席选举定在5月20号 目前除了党主席洪秀柱表态争取连任外 副主席郝龙斌亦动作频频 就差正式宣布 至于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吴敦义 虽然始终未松口 但党内拱无势力仍在集结 外界认为改选时程提前 对于早已起跑的红旧柱最有利 一般认为红旧柱声势最被看好 掌握内场优势 不论从最近访问大陆到安排陈振湘接任副主席 红旧柱一直在铺牌党主席选举 因此看好度也领先其他可能的参选人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新闻 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过程中 南海因素不容忽视 而位于海南海口的中国南海问题研究院 一直以来对于南海问题 又是最为直接的研究和观察 由全国台联组织的两岸记者 一带一路海南采访考察团 昨天拜访了中国南海问题研究院 院长吴世存就两岸记者所关心的南海问题 进行了解答 吴世存院长表示 自今年十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北京后 中国与越南及马来西亚等声索方的关系 也陆续得到改善 而随着美国大选的进行 那场由美国指使阿基诺三世挑动的 所谓仲裁闹剧基本高于段落 南海争端的热度已经降低 但是因为日本的搅局 以及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等因素 南海问题未来的走势 也因此变得更加难以预测 这个月初和他高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接触的时候 他就讲这个 我说你们还会不会再在南海 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 针对中国 他说这一点是肯定的 但是 平立海域方式 吴世纯表示 虽然中国方面对美国所谓南海航行自由的反制手段也越来越强 但是因为美国和日本的不甘心 他们很可能会再次找到代理人来搅局南海局势 所谓南海仲裁也很可能会死灰复燃 而台湾在南海政策上的变化和行为也成为南海局势变化的一个变数 所以蔡英文在南海问题上 将来 他虽然没有明讲 我这个放弃 那个放弃 但是将来 在民进党这政治下 台湾 他就是守住东沙群岛 在南沙就是一个太平岛 这样呼应他的南乡政策 南乡政策就是去大陆化 那必然导致在南海问题上面和大陆有七个 以复印美国和日本迎合东盟 所以这是迟早的时候 他现在可能估计到大陆的反应 但是一边走一边看 在谈到未来两岸应如何面对南海问题时 吴世纯指出 尽管蔡英文近日来 在岛内高调出席了收复南海诸岛的纪念活动 但那完全是出于挽救自己的低民调 一旦美国施压 蔡英文的立场极可能就会马上转变 美国和日本会施下压力的 就像去年原来12月12号 马英九要登太平岛 到最后美国给他施压 到最后使得他放弃 去年12月12号登岛 一直推迟他今年1月28号再登岛 那马英九都顶不住了 蔡英文美国日本给他施下压力 我相信他根本顶都不想顶 当有台湾记者问到 特朗普明年初正式入主白宫后 会不会利用一中原则来谈条件 把台湾作为牵制南海问题的一个因素时 吴世纯毫不客气的指出 只要美国威胁到一中原则 倒霉的一定是台湾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袋子微信平台 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眼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请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请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安德烈卡尔洛夫 当地时间12月19号晚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一个活动时 遭枪击身亡 另有三人在袭击事件中受伤 据土耳其每日新闻报道 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馆消息人士证实 卡尔洛夫是当晚出席一个话展活动 并发表讲话时遭到枪击的 土耳其NTV电视台报道说 另有三人在袭击事件中受伤 另据土耳其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卢 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 袭击者生于1994年是土耳其人 曾在安卡拉担任防暴警察 已被当场击毙 警方正在搜查他在安卡拉的公寓 他的妹妹和母亲已被拘留 索伊卢还说 三名在袭击事件中受伤的人员 目前情况稳定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表示 卡尔洛夫在安卡拉遇刺是挑衅 旨在破坏俄土关系和叙利亚和平进程 普京强调 作为对此事件的回应 将加大力度打击恐怖主义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19号晚表示 卡尔洛夫在安卡拉遇刺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土方已向俄方保证 将对此次袭击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此外 俄方将向联合国安领会提议 讨论俄驻土大使遇刺事件 俄方将坚决打击恐怖主义 俄总统系的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说 克里姆林宫正在分析俄驻土大使遇刺事件 联合国安领会和美国 法国等很多国家 都已严厉谴责刺杀俄驻土大使的行径 据德国媒体报道 一辆货车当地时间12月19号晚 冲入柏林市西部城区繁华地带的 一个圣诞市场的人行道 目前已经造成12人死亡 据德国媒体原引警方发言人的话报道 临近圣诞节 柏林市多处繁华城区举办圣诞市场 市场内人员往来传流不息 此次事件以为人为袭击 造势嫌疑人之一 在附近地区被警方抓获后死亡 事发时车上还有一人 柏林警方已在事故现场附近 逮捕了一名嫌疑人 目前正在确认是否为另一名协计者 媒体援引急救人员的话报道说 造势货车在人群中 冲撞了50米到80米的距离 现场至少有50名伤者 事发后的网络视频显示 造势货车仍停在圣诞市场所在的广场上 多名伤者躺在周围 2016年7月14号 法国南部海滨城市尼斯 发生卡车冲撞人群的袭击事件 造成至少84人死亡 202人受伤 德国东南部巴伐利亚州 今年接连发生了维尔茨堡火车袭击案 慕尼黑枪击案 阿斯巴赫爆炸案等恐怖或暴力袭击事件 当地安全形势骤然紧张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架防弹尔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我就是拳王 中法拳王对抗赛 日前在巴黎的奥贝维利埃体育中心进行 来自中国的选手蒙古族的奥日奇愣 在61公斤级四人赛中连胜两场拿下金腰带 李鸿平 孙硕 清格勒 遗憾实力 本次比赛是伯克森功夫全能技战队 继上周日在意大利佛洛伦赛中意拳王对抗赛后 连续进行的第二场中外对抗赛 出战61公斤级四人赛的奥日奇愣 在两场比赛中都是通过判定胜出 比赛中他成功地将对手拖入自己擅长的地面战 而且在经过第一场半决赛的胜利后 在决赛时他的赛场表现更加主动灵活 同时奥日奇愣也成为了法国第34届竞争者 金腰带首位中国得主 70公斤级的四人赛 26岁的中国选手李鸿平对阵31岁的法国选手 队员们下一阶段将全力备战2017年1月24号至25号 在湖南长沙进行的功夫世界杯比赛 18号主题为世界巅峰见所未见的2017全球智能影像高峰论坛 即VDEBOSS投影手机发布会在福州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名嘉宾 共同见证了此次的发布盛点 2017智能影像高峰论坛与会嘉宾 共同探讨智能影像的发展趋势 创新的前沿科技 以及在商业领域的无限价值 共享移动世联网时代的商业智慧 在此次论坛上 VBOSS投影手机也正式对外发布 这款手机独具特色的超级投影功能 代表了全球投影手机的最新技术标准 VBOSS高达120流明的投影亮度 可以呈现150寸的投影大屏 基于如此震撼影像能力 在如今竞争激烈的手机市场显得格外瞩目 可以说这款手机是一个完全中国人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 我们达到了120流明 这在投影手机的历史上是没有实现过的 这120流明大家体验过的话就能够发现 我不需要关灯 不需要改变外部的光线环境 就能够实现一个非常好的画面 那这意味着我们的沟通会更加流畅 作为高端商务投影手机 VBOSS除了聚合了顶级的投影功能外 也期待以此为契机 将极大推进新媒体新生态的发展 也让更多传统企业更快地拥抱互联网 东南卫视打造的爱船万家 请暖东南温暖社区型活动 18号正式启航 温暖社区型活动首站 东南卫视联合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 走进福州横宇国际公园活动现场 设置多个摊位 为社区居民免费体检 让他们感受到冬日里的温暖 此外现场还为社区居民准备了形式丰富的年货 以及设置亲子类互动体验区 据了解 东南卫视计划2017年全年 每个周末走进福建九地市百个不同社区 将举办以公益服务加让利销售的社区活动 为民众送福利送温暖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还要新感谢官方微博和东南卫视官方微信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中午再见